欸! 欸!欸欸欸欸! 那…這一張還不錯啦 就拿這一張 點這一張 這些很樸欸 再一刷 欸 錢錢放大啊 也沒有搞頭啊 雖然說這個放大 最後要賣掉比較煩啊 但是他就很大 你看我這個有17、19 為什麼要做這個設定呢?就是因為… 我只要是17、19、100% 跟他這個怪幻啊 就一定會留下來 因為他們都15嘛 那我可以利用小偷加血 把他的血量加起來 他就會加到一個… 可以優勢要交換15的體質 小巧思的部分… 點這個應該會三合一 沒合的話…就算了 沒合我們就升級刷 然後一樣的概念再做一次 這樣子我們應該就可以很容易的… 這個怪換兩個 換掉他最大 當然他的小怪也會打你這個啦 你被打的話 他就…沒有優勢交換了 抱子會導致…有一些怪送不掉 有點煩 他的龜也做了一些巧思欸 利用加加也是加起來 也是大於15 好聰明喔 他也很翹喔 那個體質也超越了 超越能夠解的上限 那升級刷 這一張100分 那…點個這個 看會不會合 沒合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把金猴變成15 先拿鐵頭 好像好一點 這邊開個3 我覺得是虧的 要開4 所以站位應該是這樣 然後一個變15 頂起來 但是老婆… 可能會累死啊 感謝一下 艾瑞克… 我有去那個…試吃啊 那個油飯啊 然後餅乾或蛋糕 後來我吃一吃 好像… 油飯比較好吃捏 最後就選擇油飯 先點這隻準沒錯 好 怎麼死都不出 這個該扔了 不能再留了 從網完全不會走從的路線 這一把就是… 鐵頭… 救起來 然後這一張必拿 那…就上了 可以賣的牌是這兩張 我可以拿… 復生蛇 但是剩下的我不想碰 所以這兩張要撤 基本上這張要撤 因為…這個可以重生拿牌 男爵…賺一波大 哇塞 發達了 那就隨便出出吧 明月有個人資料啊 好像是啊 沒保護機制欸 但是這邊不會有牌欸 所以我還是要升欸 這隻魚比較強 要起飛啦 加油! 頂住就起飛了 頂不住就墜機了 你們說!可不可以? 是撐著 撐不住 嗯…魚根本就不會復活 直接死了 這三血應該夠打了 不要打了誇張 用爛這個死不掉 扣住! 我再利用這一波才不自由 做一波超…大! 伊瑞亞的塑像已經處罰 鐵頭什麼鬼 全部就位 寶石很多 好像蠻適合拿這個 娜家會有兩隻 鐵頭…不可能不拿 這麼…這麼一點血 還不如扣到底 扣個過癮 蠻適合拿這個 男爵…再留就有點扯了吧 我…變成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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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八 升級鋁電 獲得更強的手下 守則一 隨時被阻 退阻策略 哇塞! 剛好後住!天選之人! 看起來銅鬚用不了啦 別偷也用不了了 很神奇的是一張造法都沒有欸 來不及搞那個了 轉大海 現在可能要把殭屍魚也扔掉 好啊 哇塞! 相飼魚好有用喔 怎麼辦? 我現在好難喔 我現在好難的 所以我現在好 所以我先掛移動 這樣開玩笑 ? 說到底 還是要看銅鬚啊? 造法有點多 銅鬚來骰比較快 我們香蕉實在太高了 送都送不掉 原來是我們十月啊! 也是好久不見 這好像可以再留一回合欸 只是這兩個配合有點強 決賽要放爆爆 等等打娜加 這一張很有用 一直在煞臟 1分為復活 3分為了 2分為了 複雲 1分為了 欸 其實銅鬚放大比較好 所以母會丟掉 對面也是支援拿滿啊 非常有… 非常有尷尬 我就欣賞這種玩家 支援就是拿滿 打起來才夠看 感謝我們酷酷迪會貴 啊 這個也老觀眾 不用考慮是三合一 好多喔 那個…銅鬚不用合 牌嘲諷了… 也不用解掉啦 不用刻意解掉 先燈燈有的貼 還會繼續貼 而且有銅鬚的時候 這張解不掉 水 神龍…剛剛缺錢把他賣了 現在再買回來 這個裡面會藏… 那個貝殼 所以貝殼又可以再繼續耍 先做這一隻吧 這個算新玩法嗎? 就是利用那個… 貝殼加鐵頭獸 拿硬幣 然後銅鬚眼一直拿 拿很多 一直拿 的概念 數量作戰 哇 神龍又是被打到就完了 沒怪了 炸炸雞啊! 怎麼不掉? 我最令人… 這個… 膽戰心驚的時刻 怎麼沒劍? 這玩法算是結合了蠻多的概念啦 就是有殭屍魚 然後有娜加 然後有銅鬚、有鐵頭 就是什麼都來一點的概念 非常混合的東西 直接打到決賽 面對喬治、他的野獸 野獸軍團 核心單位是香蕉 狂蜂抓不掉 除非是爆爆加狂蜂 這個可以留掉 他滿血 所以打他 不能… 不能… 不能一波過去 一波過去打不死他 那這一張…我覺得也就那樣 不是很想拿 拿寶石類的…就好了 其他牌有拿跟沒拿 一樣 神龍合一是最理想的 這張可以慶祝一下勝利 但是先不要 先…先不要 再把這張拿回來吧 然後…繼續刷 欸?爆爆來了 怎麼沒看到爆爆 眼那麼慘 那就爆爆要上 一回合打不死 所以還是不能夠… 全部的牌都扔掉欸 打神龍就下一把啦 打神龍 第三個! 沒中! 那看來你這個香蕉 應該是打不過來了 180 待會… 我覺得要把神龍嘲諷消掉 然後把銅鬚扔了 他得靠賽毒…毒神龍 所以神龍只要嘲諷解掉 這一把遊戲就是我拿下了 他不怕狂風 因為他有一個一攻的師傅 野頭差不多該扔了 金多雷…不重要 銅鬚我要扔了 不重要 男爵爆爆 不重要 隱身可以考慮 其實可以拿一下 沒拿到就算了 雙盾…其實沒什麼用 我剛剛有解嘲諷啊 沒看到齁 真抱歉 欸! 欸!欸欸欸欸! 一下神龍! 挖我吐啦! 世界冠軍! 對面開始發力了喔 但我還是有機會贏 因為我有殭屍魚 你要相信殭屍魚 毒兩下 要毒到他那一隻 不是太難 啊… 也才四個單位而已 也才三個單位而已 毒不到嗎? 毒到了!是不是?那是不是? 是不是啊?天選之人! 6-6-1! 營造了一個緊張的氣氛 營造了一個緊張的氣氛 別嘲諷看到了喔 這次有看到了喔 不瞎了喔 眼睛張開了喔! 那是不是… GG了聊天室 是不是GG了? 雷神獸可以…可忍 銅鬚最後要出 營屍魚再一張 然後嘲諷都打幾發?打個過癮 銅鬚扔掉 然後解掉 然後銅鬚可以扔了 扔銅鬚…解掉 然後… 嘲諷 然後把他放在後面 歪歪抵S 這樣子就歪歪抵S了 各位 神龍…你要努力啊 神龍 6滴血372直接點後 讓他一點機會都沒有 剛剛是你唯一贏的機會 主播瞭瞎眼被動已經發動 已經幫助了你啊 你沒有把握 那再一次 我直接阻止被動 我唯一可能在輸 就是繼續瞎眼 那不可能 300神龍 SOLO 釣個雷神獸 雷神獸再釣個雞 他還有一個機會 這邊釣個雷神獸 沒有! 呦齁! 哇!血量剛剛好把他收掉欸 他再大一點 我好像也有點收不掉了 世界冠軍! 有你的! 最精彩的表演啊! 就是老瞎演的那一次! 來啦! 啊! 最後還是有點驚險欸 不得不說 還沒有一定贏欸 他那雷 迅猛龍 掉掉掉 還是有可能掉出一片片 大獎是雷神獸跟香蕉 這兩張牌都會打破那個 神龍的大大大平衡 嗯 但是沒關係啦 眼睛算是硬體的部分嘛 至少我們在 戰術部署啊 這個思路都是 沒錯的 就是要解嘲諷 然後去做爆爆 然後拿殭屍魚 就是每一步每一步 我覺得都有做到 啊 除了被動的部分 被動的部分也做到了 營造了這麼精彩 緊張刺激的畫面